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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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那么应该说这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间 总结出来的一句话 鲁迅先生自己就曾经有过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痛苦 那么这一段经历 让这位大文豪是刻骨明星永生难忘啊 那么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事儿 让他们家发生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鲁迅先生的答案非常简单 只有七个字 他说是一场很大的变故 那么鲁迅先生所说的变故到底是指什么呢 很大到底是多大呢 他自己没说 其实啊 这一场变故就是贿赂考官通关节武被案 这是一场震惊全国的科长案 主犯是谁呢 主犯就是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父亲 他的父亲周用吉也牵连其中 自己的祖父是科长武被案的主犯 是重犯 父亲也受到牵连 当然不光彩 也没有面子 那么这个对向来清高的鲁迅先生来说 他不愿意多说 这起科长武被案给鲁迅的人生带来重大影响 但耿直感言的鲁迅 对此却不愿多说一个字 在清朝宫廷大案中存有一份珍贵的奏折 这个奏折是当年负责审理鲁迅祖父武被案的官员 松俊所写 他详细叙述了案件经过 并承请光绪皇帝对周父亲给出最终裁决 那么结合宫廷档案和历史资料 我们能看到这起科长武被案怎样的历史面貌 案件发生在光绪十九年也就是1893年 光绪十八年的除夕 也就是公元的1893年2月16日 周父亲的母亲在老家绍兴去世 正在北京做官的周父亲 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 迅速从北京出发赶回浙江 回家为母亲送葬 之后周父亲需要定优 就是在古代父母死了之后 儿子三年之内不准做官 不准结婚 不准出席宴会 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等等 要在家为父母手上 周父亲自然也要遵守这个规矩 因此他暂时不能回北京去做官 只能待在绍兴老家 过一种尽量不与外界接触 尽量低调的生活 按照惯例 这种丁优的生活 应该维持三年 周父亲真能坚持三年吗 不要说三年 一年都没有 刚刚过了半年 也就是到农历的七月 来往周家的人就明显增加 原来还是门庭冷落了周家 变得热闹起来了 人们看到周父亲在门口也是拱手作衣 迎来送往 周父亲本该在家丁优守志低调生活 怎么有这么多客人迎来送往 他们来周家做什么呢 俗话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 原来他们是来求周父亲帮忙办事的 但周父亲只是一个七品小金官 也没什么实权 他们又请周父亲做什么事呢 对这些来周家的人来说 周父亲不但能够帮上忙 而且还能帮上大忙 原来呀光绪十九年 一八九三年 这一年是相识的年份 所谓相识 明清相识是三年举行一次 相识是在各省省会城市举行 考生是各地的秀才 相识合格的人录取为举人 吴静子的《如临外史》里边有一个名片 叫做《犯进仲举》 犯进仲举就是通过相识仲举 那么这些来周家的人里边 要么就自己有子弟 要么就是自己要参加即将举行的浙江相识 他们为了能口中举人 或者是四处打听 或者是出钱请人收集有关这次考试的信息 其实这些人这么做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们尽管都不是九郎饭贷 也不是不学无术 但是他们的水平都没有达到绝对能考上举人的水平 对自己能不能考中举人 他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第二个原因是 乡市的竞争太激烈 到清朝末年 每年参加浙江乡市的考生 达到一万五千人以上 录取的人数有限多少 一百 一百个人左右 那么录取比例不到百分之六点七 为了增加一点考上的把握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去找一些有关考试的信息 其实啊 他们最想打听到的还是什么呢 还是这一次来浙江当主考官的是谁 按照清代科举考试的规定 各省相识的主考官是皇帝清典 在正式任命之前 主考官是谁 这个是绝密信息 不过对那些想通过关系 想走捷径考举人的人来说 他们再难也会想办法 再难也会克服 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谁来当这一次浙江乡市正主考官呢 是一个名叫殷如张的官员 他是这一次浙江乡市的正主考官 殷如张是什么人 殷如张是江苏扬州人 他的职务是通政司参议 通政司在清代呀 是一个主管朝廷内外奏章 和全国臣民密封申诉信件的部门 他的职能跟我们现在的信访部门有点类似 他的级别是正无品 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天级干部 打听到了正主考官的人选 这些人非常兴奋 他们认为只要找到殷如张 搞定他 考个举人 还是比较有把握 兴奋之后 冷静下来 接下来他们又要考虑 殷如张是个金官 又是江苏扬州人 在所有的这些少兴人中间 没有人可以联系上殷如张 更何况他殷如张这一次 是被皇帝钦点为浙江乡市主考官 皇命在身 不能跟外界接触 要跟他联系就满上加栏 经过一番努力 这些准备参加当年科举考试的秀才或家庭 终于打听到负责浙江乡市的主考官是殷如张 但按科举考试的规定 主考官的行踪严格保密 这让想跟主考官套近虎拉关系的人们心急如焚 于是他们拼命想 谁才能跟考官殷如张搭上关系 这时有人突然想到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可以帮忙 正在为母守丧的周福清 跟殷如张是什么关系 他又是否愿意帮忙呢 科场大案系列节目 特邀湖南大学岳路书院李冰教授 继续为您揭秘鲁迅 郑祖父周福清 古弊案 周福清跟殷如张有什么特别关系呢 他们是童年 殷如张和周福清是近视童年 这里咱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童年 童年是关于科举考试的一个专有名词 是指在同一次考试中间 考上的人 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同学 周福清和殷如张都是同志十年 也就是1871年考上近视的 所以他们是近视童年 按照科举考试的惯例 童年到这一句话 周福清心里咯瞪一下 他明白了 这些人让他帮忙去走殷如张 是走后门是舞弊啊 这个是犯法的事情啊 他觉得不能答应 于是他又装出一个很为难的表情 对吴家人说 殷如张是我的童年 这不假 确实是 但是 他们俩一起考上近视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殷如张现在在通政司工作 周福清我在哪里呢 我在内阁工作 京城衙门那么多 这两个部门联系本来就不多 那么周福清他说 他跟殷如张平时没有联系 很不熟 因此他觉得自己帮不上这个忙 还请各位多多见谅 周福清本人是近视出身 经历过多轮科举考试 他深知科举考试制度严苛 官府对考试作弊的查禁相当严厉 处罚也很重 如果官员参与舞弊 那么这个官员的家产可能被查莫入宫 罪行严重的甚至可能被砍头 即使罪行一般也要将其撤职罢关 流放边疆 所以周福清对五家请他帮忙走后门的请求 他一口回绝 看到周福清这种拒绝的态度 这五家人又跟他说好话 然后说这一件事非他周福清去不可 一定要请他出面帮忙 而且他们干脆亮出自己的底牌 就是说要出洋银一万元 请他送给殷如张 这一万元由周福清送给殷如张 条件是请殷如张答应 帮忙他们五家各录取一名举人 他们所说的洋银一万元 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钱 折合成米价大概就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多万元 那么这五十多万元 也是一笔巨款 拿到我们现在来看 也属于是数额特别巨大的贿赂 一听到洋银一万元 周福清是吸了一口凉气 他心里也许在想 这么大一笔钱去行贿主考官 做成了 当然是好事 但是万一要是东窗事发 行贿考官可是死罪呀 不但自己要掉脑袋 还会牵连到家人 到时候家破人亡是肯定的 代价太大了 周福清反过来也许在琢磨 他的那位童年殷如张胃口再大 再是滔铁之徒一万元砸过去 他也会看这个一万元的面子 会帮忙答应录取几个口声 录取几个举人 只要他答应天之地之他之我之 怎么可能泄露了 除非是他阴如张自己不要脑袋了 所以到这里周福清觉得这件事的风险呢 也没有那么大 那么他的态度有了一点的变化 更让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还有一件事 刚才那五家人一提到相识 周福清马上就想到了一个人 就是鲁迅先生的父亲周永吉 他已经考上秀才很多年了 可是一直考不上举人 今年也要参加 我何必不趁这个机会 也请殷如张关照一下他呢 让他也考上一个举人 这样他周福清不要出一分钱 还能让周永吉考上举人 名利双收啊 想到了这里他下了决心 就是说为了儿子冒险一搏 一个近视出身的人 一个对科举条例非常熟悉的官员 为了自己的儿子 甘愿冒杀头的罪名去舞弊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于是周福清做出一个很勉强 免为其然的样子 把这件事答应下来 也就是说他同意去联系殷如张 为了增加儿子考中举人的把握 周福清铭而走贤 他决定拉下脸面 向同在朝廷为官的殷如张行贿 那么周福清将以怎样巧妙的方式行贿 因如张是皇帝亲典的监考官 责任重大 他跟周福清并不熟悉 更谈不上信任 面对同事周福清的行贿 他又敢不敢冒险受贿呢 科场大案系列节目 特邀湖南大学阅禄书院李斌教授 继续为您揭秘鲁迅 周福清和武家有了共同目标 那么怎样才能够见到殷如张呢 如果是我们现在周福清要联系上殷如张 不是男士 打个电话发个短信 甚至发个邮件之类的 很快就可以跟殷如张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 可是古人没有这个便利条件 大家在围栏的时候 有人说什么呢 打听到了一个确切消息 殷如张来杭州当主口官的这个路线是 从北京出发走大运河 会在苏州稍坐停留 听到这里他当即对在座人表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殷如张乘坐的官船走运河水路 必定在苏州的昌门码头停靠 那么在码头见殷如张应该会比较好 因此他想尽快去苏州 在那里去等殷如张 7月20日 周父亲从绍兴出发 25日到达了苏州 27日接到准确的消息 说 殷如张来了 殷如张到了苏州 他乘坐的官船就在昌门码头 这个跟周父亲预期的事完全一模一样 听到这个消息啊 周父亲是既兴奋又紧张 是去见殷如张呢 还是不去见殷如张 他必须下一个决定 思考再三 他最后决定 还是不冒险去见殷如张 自己不去 那怎么联系殷如张呢 给殷如张写信 周父亲很快就写好一封信 装到信封里面 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分析 周父亲决定不去见殷如张 也许是担心万一殷如张不给面子 不至于太尴尬 一旦事情败露 自己也好脱身 周父亲或许认为 清朝的科举制度 虽然规定严苛 处罚严厉 但每封科举考试 科举舞弊 还是屡见不鲜 只要计划周密 肯定不会出问题 有了这层考量 他决定委派自己的心腹完成重任 那么周父亲的心腹是谁 他又能否完成重任呢 那么写好了信 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 派谁去送信呢 有一个不二的人选 谁呢 就是自己从绍心带来的陶阿顺 周父亲把陶阿顺交到自己面前 让陶阿顺把信交给殷大人 陶阿顺一听 主人让自己去办事 肯定要答应呢 而且还排着胸部保证 保证完成任务 然后周父亲拿出自己事先写好的信 和一张明帖 明帖是什么 明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名片 接着又很严肃很认真的对陶阿顺说 到了英大人乘坐的官船前面 你呀先将明帖拿出来 请求拜见英如张英大人 如果他愿意见你 你进去 当面把信交给他 看他怎么说 记下来回来告诉我 如果他 如果你明帖交上去 他不愿意见你 你再将这个信封交给他的随从 让他的随从转交给英大人 如果随从回话给你 你就记下来 回来再告诉我 如果他没有回话 记住了 你千万不要勉强 回来就可以了 周父亲一字一句的交代 陶阿顺呢 接过周父亲的信封和明帖 边接嘴里就边答应 说好好好 而且还保证说 让周父亲在这边等着好消息 等着英大人给的好消息 到这里 一切都在周父亲的意料之中 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 万事俱备指欠东风 只要陶阿顺把信送到英如张手里 周父亲和英如张就算接上头了 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看起来顺风顺水的事情啊 又因为什么急转之下 演变成为一起震惊全国的科长案呢 还导致鲁迅的祖父周父亲差一点被杀头 还让周家几乎是倾家荡产 这些个问题咱们明天接着讲 感谢收看 再见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为了儿子能顺利考中举人 他行贿主考官 事发后被查处判刑 那么周福清参与科长舞弊是怎么被发现的 这期舞弊案又给鲁迅及其家族带来怎样的影响 下期节目中科长大案系列节目 特邀湖南大学阅禄书院李斌教授 继续为您揭秘鲁迅祖父周福清舞弊案